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项因素合起来 川普的选情急速的下滑 如果在下个月投票的话 川普应该会输掉2020的总统大选 我们如果要预期2020 会对全球的国际经济 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有重大影响 就是川普愿不愿意认输 首先我们先来谈 为什么川普的选情开始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根据CNN的民调 川普已经输给Joe Biden14个百分点 这是过去这一年来 川普输的最多的一次 另外一家NBC输了7个百分点 过去川普的差距大概都6个百分点 7个百分点 很少14个或7个 可是美国是选举人团制度 根据美国非常多的大数据 选举研究模型的专家推估 川普如果用选举人团制度的话 他仍然会失去中西部铁锈区 也就是过去他的基本盘 很大的原因是他基本盘里头 白人大学学里以下的是他最大的支持者 美国的白人 而且是大学学里以下的是川普过去最强烈的支持者 这群人正在选择不去投票 或者改投Joe Biden 一向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川普在COVID-19这件事情 新冠疫情他没有处理好 而他们是美国这一波大失业潮里头首当其冲的人 对川普的失望 虽然川普撑住了华尔街 可是这些人是买不起华尔街股票的人 所以川普的整个基本盘 因为对川普在这方面的失望正在流失 这是川普所以越来越输 民调差距越来越大的第一大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川普居然要求这一次他以为我打秩序牌 可以拉抬我的形象 所以在弗洛伊德案的时刻 他采取的是甚至要调联邦的军队 镇压这一次抗议的民众 但是虽然他以为这样可以巩固白人对他的支持度 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得到的是前国防部长 现任的国防部长 还有前国务卿本身是黑人 但是地位是很高的人 他们直接的全部出来反对川普 因为他们指责他分裂了美国 共和党很多精英也开始盘算 他们是不是应该抛弃川普才能够在这次的参众议院选举里头 继续至少维持参议院的多数 所以川普本身当他想要用军队来镇压民众的时刻 民众并不买账 民众认为他简直是在制造天安门事件 所以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做法 那么这两个力量合加起来就使得川普的民调 基本盘也松动 他以为他可以巩固的白人 事实上他让某一群人更加的反对他 两大因素都使得川普现在选举面临了危机 而川普的危机如何我刚才提到会变成全球的危机呢 其实在美国本来是一场民主选举 只有拜登选上川普落选 他真正造成的危机不是因为他的减碎 或是对华尔街的整个震撼 而是川普已经开始在酝酿 不承认这次的选举结果 川普现在在很多场合 他只要有机会就不断的攻击 就是用通信的方法投票 因为现在仍然有新闻疫情 而且根据美国传染病医学专家 所做出来的研究推估在9月份的时候 美国很可能大流行又在开始 为了避免在大流行的时候 美国没有办法进行选举投票 美国很多个州都已经开始决定 采取在11月3号 他的选举方式是通信投票 而美国的通信投票 用英文讲叫Mail Voting 在过去早就行之多年 但是他只是在整个选票里头的一小部分 那这会使得到时候开票的时间 不是当天也不是隔天开票 他开票出来的时间会拉很长 而川普说Mail Voting非常容易作弊 而且他现在开始攻击 采取通信投票了 几乎都是跟民主党有关系 所以他已经在酝酿 不承认这一次选举结果的各种言论 人们说到时候只要酝酿好几天 开票没有开出来 而激进的川普的支持者 并不是完全没有人还在 他不会承认这次选举结果 美国这场总统大选将会变成 一场乱的总统大选进而冲击了美国 不管是股市 美国的经济秩序也冲击了全球 I looked out The field was It looked like a million, a million and a half people It took almost four years for Trump to get the crowds he wanted After years of Donald Trump's divisiveness and discord America is coming together 影片制作团体与川普为敌 呼吁全美在总统大选时二走一 This year we have a choice to make America or Trump 弗洛伊德事件后 发表系列影片 呼吁共和党在内全美选民 在2020总统大选中 拿出良知彻底击败川普 以守护美国法治和宪法的 是反川普色彩最鲜明的 共和党募款组织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林肯计划 而这样的一己之身 在一个人开口之后 更显得不是共和党内的沉默手术 一番在CNN频道上对党籍总统 川普不留情面的批评 让83岁的克林鲍威尔 成为距离2020 美国总统大选不到半年之际 共和党内首位表态支持拜登的 共和党重量级政治人物 曾获小布希言来 成为美国首位非裔国务卿的他 直言堂堂国家最高领导人川普 竟想派兵评乱 结束佛洛伊德之死 引爆的全美抗争 足证他蔑视美国宪法 赋予人民的和平集会权 因此不能再被选民赋予 统领国家的重责大任 鲍威尔受访同一制 川普同党宿敌 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 戴上抗议不力 现任美国总统 始终不愿公开戴上的口罩 参加家乡麻州的种族抗争示威 对川普的反制 亦在眼外 事实上美国前国防部长 马蒂斯上周的金氏撰文 就已在共和党内大局发酵 马蒂斯痛斥川普蓄意分裂国家后 多位同样立场偏向共和党的 美国退休四星上将 包括前白宫幕僚长凯利 前司法部长塞辛斯 均发言附和 共和党阿拉斯加州女参议员莫考斯基 则表明个人正位是否支持党籍总统连任 陷入吵口 共和党前总统小布希 也遭牛师爆出有类似想法 共和党内批评声浪越见高涨 是否会深化为影响川普的基本盘支持 令他走白宫挑战者一举推翻呢 民主党准总统提名人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在全美种族抗争发动两周来 借力使力高喊美国值得一位 比川普更好的领袖 CN6月初民调显示 6成5美国人认为 这块世界民主发源地已经受伤 川普全美支持率38% 2019年1月以来最差 总统大选支持率 拜登领先川普14% 55%对41% NBC华尔街日报7号联合民调 8成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向错误道路 依然失控 拜登高出川普7个百分点 49%对42% 事实上对川普最具警示的数字 是他的特定族群铁票开始袖石 弗洛伊德事件爆发后 川普扬言军事镇压示威者 共和党内大义灭亲 对党籍总统的批评 让川普上回总统大选 用来讨好白人劳工的 总统牌出现失礼迹象 白宫经纪顾问库德洛 在媒体面前坚持不认 美国存在种族歧视 舆论痛批是背离个人经纪专业 发言可笑 纽失统计多家民调 得出惊人发现 川普近期在不具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中 从34月领先拜登31分 到56月只剩下21分 低于4年前大选投票前 他的领先幅度29分 显示川普的特定族群铁票开始袖石 加上先前新冠疫情蔓延全美 各州经济活动萧条 令川普在摇摆州一步步输给拜登 他2016年赢得白宫宝座的两大法宝 正全员逃走中 疫情危机尚未度过 种族抗争还在延烧 川普政治生涯的终结点 会是2020年11月3号吗 布勒利的案之后 美国开始反省一件事情 就是警力 过去警察本身的执法 被当成公共秩序的一个等号 可是什么叫做执法过当 这一次的索侯事件 就是被当成叫做执法过当 某个也开始反省 如何让警察自己本身的很多思考 以及他的很多行为 不是一个类似军队一样的镇报部队 他必须改革 因此先是开第一枪的是 原来弗洛伊德案的城市 Minneapolis 它是因为通过了一个很激进的法律 就直接不要警察了 请警察退出Minneapolis 这当然不太可能 但是最后才要用血减预算 重新用什么样的方式 重建警察的制度 所以市议会用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当然引起了美国全国的一个讨论 不可能废除警察 但是某一个程度来讲 如何让警力 以及整个警察的系统性的暴力 被好好的检讨 成了美国这次弗洛伊德案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思考 告诉各位几个最新的民意调查 根据Reuters跟Ipsos的民调调查结果 要求改革警队的提议 在美国是非常广泛的 从民主党到共和党都有 82%的人要求警察 不可以再做索候的 所以这几乎是压倒性的 82% 83%的人希望禁止 我们所说的 Racial Profiling 就是你不可以因为这个人 他是什么样的肤色 就把他filing 把他归类 把他像档案一样 把他归类到某一种类型 根据我们上个礼拜 所看到的一个资料 如果一个黑人跟一个白人 他被拦截调查的几率 是白人的四倍 如果他在车子上 他被拦截调查是四倍 然后要他下车来盘问他 是白人的两倍以上 美国过去警察不小心开枪杀死的 某些牺牲者 有二分之一是黑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叫做种族归纳 不允许你因为肤色 而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你有成见 这是83%的人希望禁止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甚至比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索猴 82%的人反对索猴 还高出了一个百分点 另外也不希望92%的人 他们不希望警察拥有过多的权力 还有他们希望警员 因此要配备随身的录影机 也就是说不是你认为如何就如何 你要有随身的录影机证明 这个时候你开枪 以及你进行调查 或是你要求对方下车 或是你要盘查 是有其必要 所以他要求92%的人 这更是压道性 你要带随身录影机 这不是你是警察 你带了一个警察的衣服 你带了一个警察的一个枪 你就代表一切的law and order 不是如此 你的行为本身是要被检验的 那由于要求行为本身要被检验 所以要求他们要配备录影的随身机 这个大概92%的人希望如此 更有高达76%的人 认为警察的经费太高了 希望能够把警察的经费挪为警察更好的训练 支援在社区里头的街友家暴精神疾病的社会福利 而不是把这些项目都给警察 所以血减警察预算的乎升非常高 然后如果有还要保留给警察是训练他们 让他们有更文明的行为 然后同时加增他们的装备 就是你的行为跟你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是否合适是要被法律最后根据你的录影机 请看一下报道 这些事件在美国一再发生 理由千奇百怪 像是画面中这名遭纽约警方痛欧的男子 他犯的错是疑似违反社交距离 即使你年过70 也不会得到特别礼遇 在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已是家常便饭 而且犯错的警察经常能够逍遥法外 直到最近 政府还倾向将警察杀人 视为独立事件 是个别警官的错误 或者激励老鼠屎的不当行为 不过华盛顿邮报给出的数据显示 光是2020年 已经有465人伺在警方手里 其中非议97人 占总体20% 尽管非议人口 仅占了美国人口的13% 纽约时报评论 美国警察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正当性危机 其后果远远超出警务本身 解散警队跟削减警察部门经费 成了另一个想骗美国各个示威场合的口号 第一个响应这个诉求的 是这次事件发生地 林尼亚布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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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billion dollars this weekend the mayor saying he'd like to move some of that funding to youth and social services in los angeles the lapd was expecting its largest ever annual budget increase but instead the mayor says he now wants to slash up to 150 million dollars from police funding is there a risk absolutely there's a risk you are risking officers requesting for help or backup in it not being there you are risking uh the delay of investigations of violent crimes like murder rape assault we met one of george floyd's uncles who said he didn't believe a radical police overhaul was the answer a lot of talk about defunding the police do you think that'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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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hey're gonna bring about no not at all that's almost like punishment because you have so many courageous officers defunding is not the answer you need to fund it even more so to bring about more training the top democrat nancy pelosi led a tribute to mr floyd in the capital kneeling for eight minutes and 46 seconds the symbolic length of time a police officer pressed his knee into the black man's neck before he suffocated and died the justice and policing act establishes a bold transformative vision of policing in america never again should the world be subjected to witnessing what we saw on the streets in minneapolis the slow murder of an individual by a uniformed police officer the justice in policing act bans chokeholds develops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use of force limits the transfer of military weapons to police departments defines lynching as a federal hate crime establishes a national police misconduct registry and limits qualified immunity but such a federal law is likely to be blocked in the republican-controlled senate and it falls far short of defunding the police which is a popular demand among the demonstrators 无论法案过不过弗洛伊德的死确实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改变 washington's mayor has since renamed the street in front of the church black lives matter plaza in new york state the eric garner anti chokehold act has already been passed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nnouncing heat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banning chokeholds in portland after violent clashes the police chief is stepping down clearing the way for a black chief who was the head of community policing i'm gonna listen i'm gonna care about the community the new york cop who shoved a demonstrator to the ground cursing at her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was charged today with misdemeanor assault harassment and menacing a rare step but likely not the last officer to face charges for abusing their power police unions say out of the millions of interactions they have with the public the majority don't result in violence i am not derek shavon they are not him he killed someone we didn't we are restrained and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this to all the cops here because you know what everybody's trying to shame us the legislators the press everybody's trying to shame us stop treating us like animals and thugs and start treating us with some respect that's what we're here today to say president trump sought to politicize the moment tweeting law and order not defund and abolish the police the radical left democrats have gone crazy president trump is again calling himself the law and order president and trying to cast democrats who support the movement to defund the police as anti-law enforcement and radical we have to respect our police we have to take care of our police they're protecting us and if they're allowed to do their job they'll do a great job and you always have a bad apple no matter where you go you have bad apples and they're not too many of them and i can tell you they're not too many of them in the police department a spokesperson for the president's democratic rival joe biden said biden is also opposed to defunding the police but does support significant reforms to police departments nationwide a reuters ipsos opinion poll released thursday showed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americans including most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republican party supports sweeping law enforcement reforms 82 percent of americans want to ban police from using chokeholds and 83 percent want to ban racial profiling 92 percent want federal police to be required to wear body cameras and 91 percent support allowing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s of police departments that show patterns of misconduct the poll showed bipartisan support for many proposals put forth by democratic lawmakers in recent days for changes to police depar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76 percent of all respondents said they supported moving some money currently going to police budgets into better officer training local programs for homelessness domestic violence and mental health assistance this has been a week marked by discord and mourning but little resolution about how to solve two things plaguing america racism and police violence 美国共和党虽然有部分的人不赞成用军队来镇压抗议的民众 但是他们对于川普不识的很多种族言论或是对一些事实的说法 保持集体的沉默 比如说最近有一件事情 他是一位75岁的示威者 他的全名叫Gugino 他在光天化之下被两名警员用警棍推倒 然后他当场倒下去的时候因为是脑部着地头部中疮到现在在加护病房 而警员呢在旁边袖手旁观 不立刻呼救要送医 也就是说你推倒他可能是一不小心 但是你也没有后面立即处理 在这个情况里头川普说这是个阴谋论 他是故意自己倒下来 希望能够制造时端 他说古奇诺是antifa组织的分子 他这个推文其实很多人认为说你这是很不恰当的 因为你并没有提出相关的一个证据 但是共和党对这件事情却保持集体沉默 Washington Post 还有美国有信电视网一些人就开始分析共和党为什么选择这么做 因为Gugino这件事情他是个别警员的错误 那川普推文如此 你应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说 我们为Gugino来好好的祈祷 希望他能够康复 而这些远警应该要被调查 因为这个远警并不是太高层级的人 那他也不牵涉到全部美国警察的形象 那牵涉到的是川普的推文 而川普的推文说这可能是有阴谋的 共和党其实多数的人认为他并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 他只是纯粹猜测 但共和党本身就不讲话了 后来Washington Post做了一个分析 共和党有一个他很基本盘的问题 每个政党很可能都被他的基本盘的民众挟持 而这种挟持会导致政客选择我要失去权力 还是我要失去良知 那失去良知比较容易 失去权力对他们来讲太痛苦了 共和党本身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国保守派的一个传统 因为他有高达四分之一的支持者 是福音教派的人 美国福音教派在美国的整个白人里头占的人数相当的广 都在南方 而且他们有相当多的人 尤其是大学学历以下的人 很多都是福音教派的人 也都是川普的支持者 在福音教派里头有78%的人是支持川普的 也是支持共和党 这是共和党最长期的100多年来最稳定的支持者 而他们现在是几乎情绪性的疯狂式的支持川普 那么如果在不是军队镇压这种事情 在其他的议题上头 尤其是牵涉到 比如说这位是有色人种或者种族相关的问题的时刻 共和党希望保持揭末 因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主要的基本派就是白人 而且是激进的白人福音教派 本列动荡之际 又一起美国总统川普的煽风点火之纵 纽约水牛城 75岁的示威者伍奇诺 遭两名持警棍远警推倒 后脑着地 头部重创 立刻流血不止 吴奇诺经察 是美国和平主义的活跃分子 重伤后目前仍在加护病房 两名远警停职处分 五天后 川普在推特如此发问 《Buffalo protestors shoved by police》 可能会是 Antifa provocateur 《I watched, he fell harder than was pushed》 可能会是一 setup? 《A protester pushed by Buffalo police》 发生在使用 common Antifa tactics 《The president cited this thinly sourced segment》 《Pro-Trump TV network, OANN》 《Well, he was watching the far-right pro-Trump network》 《which aired a so-called report》 《A report based on a blog with absolutely no evidence》 《I mean, if there was ever a reprehensible dumb comment》 《And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is moment of anguish and anger》 《What does he do? Pour his gasoline on the fire》 一位总统竟搬弄种族主义 并且公然捏造传播阴谋论 然而同党共和党员 除了大佬罗姆尼公开指责之外 其余共和党人集体沉默闪烁其词 对于川普 不愿正视种族不平等呼声 拒绝改名那些以支持奴隶制将领来命名的军事基地 反倒支持武力 暗中高举白人至上主义的作为 共和党已经不是第一次集体保持沉默不愿公开谴责川普 荣党是在中国面前前 acts不可能的 你是没准虽把总统出租 如果你成立了这个国家 他可能不会成立了这个国家 但还有某些人出现那种 可能是 religion 可能是一个建议 可能就说他是一向 虞性态你不认为 说是这误独独追求练读举的讯ossing吗? 而关于义女主乀神经纪的川普通 台灣人民公司 keह 被 aos投資的 obs科 基本上美国的练习 生意退大家的事 剑上的会告 为什么 共和党对川普挑弄种族之火 集体保持沉默 华盛顿有报分析 首要原因是选票 根据美国事库 皮尤研究中心 针对全美36万选民 持续25年的 较差分析发现 种族或族群 是影响共和党选民的 关键因素 根据这份报告显示 共和党的基本盘在 白人福音派 教育成都大学以下的 白人男子 南方乡村群众 其中 占全美约25% 等于美国每4人 就有一人所属的 白人福音派中 就有高达78% 支持或倾向共和党 近17%支持民主党 对于白人福音派 传统上立场保守 对身份的危机感 于是倾向 反移民 反社会动荡 华尤认为 这是为什么 当川普延续 美国保守派 百年来操作 族群意识的选举策略 刺激白人底层的 原始恐惧时 共和党 却以沉默默许的原因 其二 华盛顿专栏作家 Zakaria认为 川普一再 以造假或是错误言论 挑起白人选民 对少数黑人 拉丁裔的 异己心态 是共和党 塑造恐惧 与权力的死刑 《The Atlantic》 《The Atlantic》 《The Historian Ann Applebaum》 reminds us that collaboration is actually quite common It is principal dissent that is rare I've been describing Lindsey Graham who in 2015 said this about Trump He's a race-baiting, xenophobic, religious bigot Then in 2018 he announced on The View with a hearty chuckle that he no longer believed any of that Sometimes the point isn't to make people believe a lie it is to make people fear the liar When Mexico sends its people they're not sending their best They're bringing drugs They're bringing crime They're rapists And some I assume are good people I'm asking for the vote of every single African-American citizen in this country Why do you have to lose? You're living in poverty Your schools are no good You have no jobs As president, Trump has lied or mislaid almost 20,000 times by the Washington Post count And Republicans have repeated those lies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descend further down a dark path much blame will lie with these Republican leaders Donald Trump's cheerful collaborators He's under accusation Without paying is no choice енным Listen, maybe Oh, my God Because David You have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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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6月8号 纽约终于重启复工 纽约整整封锁了100天 纽约从来没有被封城过 当然没有被重启过 过去100天 这个繁华的城市如鬼城一般 它最糟糕的时候 每2.9分钟 就是不到3分钟 就有一个人死亡 而在全纽约市 总共有834万的人口里头 总计21万人感染 换句话是什么 每100个人里头 就有2到3个人感染 你可以想象纽约过去的100天 是什么样的100天 那是纽约人难忘100天 为大家回顾纽约的100天 在一切皆暑未知之下 2020年6月8号 纽约市染疫整整100天之后 终于重启复工 纽约市简风 开始第一阶段复工值得关注 因为纽约市是全美疫情最严重之地 纽约市834万人口中 目前总计约21万人感染 等于每100人 就有约2到3人感染 而纽约市 死于新冠肺炎者 突破2.1万人 当在约底最坏的时刻里 纽约市场平均 每2.9分钟 就有一人死亡 4月8号 一天之内 731人死于新冠 更创下最悲惨的记录 坚持以数据和科学抗议 解封前 纽约大苹果的成绩 令人印象深刻 昨天一天 一天 一天 一天死于 一肯定的状况 的 COVID-19 感谢 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 我们继续 我们的缘 整个人 仍然在 迫着 迫着 何迫着 是那种 为什么我们 我们在开放 因为这些 numbers 说我们可以 我们现在有 约10% 我们在车路上 使用车路上 第一階段复光后 纽约市和纽约州各区相同 地铁佩戴口罩 距离小于六尺也需戴口罩 禁止群聚维持社交距离管制 纽约市每日仍将进行超过 两万五千次的检测 目前每日平均约450人上下呈阳性 等于阳性率已经大幅降低到近1.5% 纽约市报说 纽约市州抗疫的经验值得被揭露 因为它代表 一个有全世界最好医疗水准的国家 面对重疾而来的疫情袭击 却几乎完全没有准备 March was an explosive month for this 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evidence confirmed that the virus after entering Washington state and California was now spreading on the east coast with the first reported infection in New York and two days later, a second 白宫整整两个月的否认与毫无作为 加上民主党籍的纽约州党古墨和纽约市长白思豪 也对即将扑涌而来的危机毫无感觉 在加上以福斯电视台为首的保守派新闻媒体 将新冠肺炎袭击美国 行诉为阴谋论 在关于明糊涂的背景下 纽约已经成为必然的输家 3月13号 纽约州坦诚 纽约州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越华盛顿州 纽约州这一天 成为全美确诊人数最高的州 也自此居高不下 率全美之先 纽约这双古墨采取了最迅速的汪洋捕牢 与州内最大感染源新罗西尔镇 划定控制区 并且派遣美国国民兵进驻 但也首度曝露出令全球震惊的问题 一级 先进入美国居然会检测事迹不足 筛减太慢 因为我们试试是迫在实现中的情况下 中国在做5,000试试 10,000试 per day 这个国家 我们总共有5,000试试 4月 纽约 兵败如山岛 总共有6天的呼吸器库存量 最多金的纽约居然只剩6天的呼吸器库存量 最多金的纽约居然只剩6天的呼吸器库存量 纽约急诊室医生开始一影片向外界求救 今天已经变得更糟糕了 我们必须买一个冷击机器库存在身体的死亡 除了 После执档尼和1500 Зд어요 最防里的消息库存量 所有人甚至比较 Regional Nahez 真的不行 肺炎是限制的 FEMA说我们寄送400 ventilators 真的 什么我会做 400 ventilators 我需要30,000 你选择的26,000人 因为你只寄送400 ventilators 我们是一个护股 我们是一个护股员 我们是一个护股 他有个电话跟领导 他说是他们 去找他们的服务 所以什么事 一国开始购买 另一国 在某个情况下 有报告 国家提供服务 订阅购买 只要是国家招待他们 为自己的购买 所以变成了不瘋狂 看我们的状态状态 像是在Ebay上 50个国家购买 经历初期 战略医用储备见底 联邦与地方州政府 争抢物资的荒腔走板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全国公委紧急状态 试剂与分析费用 先由联邦政府和纽约医疗保险公司吸收 征用福特 通用等车厂生产呼吸器 并且援引国防生产法 动员分配医疗口罩 医疗困窘才开始趋缓 但这一拖延 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已经超越了中国大陆 死亡人数占全美三成的纽约州 院内感染急速扩大 医疗体系不堪负荷 4月中旬 任为选票与美国经济分不开的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美国必须逐步解封 停止居家令 尽管美国疫情仍尚未去晚 此时纽约州如处于分裂美国的浪尖之上 因为一方以纽约和纽泽西州为首 坚持以数据为准 打标才能解封 另一方以佛州和福斯新闻为首 强调再不解封 人民贫穷经济崩溃 因为你已有很多人在你的业务上 在你的业务上 在你业务上的业务上的 有很多人都在这些年龙下 经济的名字上 许多年龙下 广州是会有的 正如新亿 等两个月 等两个月 广州会有的 然后那边 等一等两个月 等一等两个月 纽约时报说,纽约正成为不耐久等缺乏意志的全美各州正眼睁睁关注的指标 现在,美国必须留意着眼睛向前看,到封面的封面 听到封面,听到封面的封面 而不是被困难过的迹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经过一整周股市的震荡 尤其是周四的黑色星期四之后 周五小幅反弹 美股在道中指数的部分反弹了477.37点 反弹了1.90% Nexus指数只反弹了1.0% 因为这次Nexus指数不是主要的跌幅 主要的跌幅是出现在道中指数 S&P指数呢 反弹了1.31% 大概涨了39.21 一整周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道中指数 大跌了1505.44 主要的跌幅都出现在周四 因为当天出来的报告 由美国20周确诊病例都上升 而美国的联准会主席鲍威尔的谈话 也不看好未来两年的美国经济 认为美国会到2022年的时候 才考虑停止战化宽松政策 因为美国的经济到那时候都不会有很好的复苏 总是一整周大跌了1505.44 跌幅高达5.55% 这一次呢受到比较低影响的是Nesdaq股市 跌幅2.30% S&P指数跌了152.62点 跌幅也是接近5% 高达4.78% 而本周呢由于避险的情绪 使美元又回到了升幅 涨幅0.39% 也是避险的情绪 使得黄金的价格在上周跌破了1700点 在本周又涨回了黄金价格 一盎司是1737.3 一盎司的价格涨幅高达3.23% 欧洲股市受到同样问题的影响 德股大跌了6.99% 法股大跌了6.90% 意大利股市大跌了6.44% 英国股市大跌了5.85% 而英镑部分很快的 英国宣布很可能会在10月份的时候 英国的央行会实施零以下的利率 就是负利率英镑本周贬值了1.01% 而欧元只贬值了0.32% 在亚币的部分对美元 日币再度成为币形货币升值了2.02% 韩款本周升值了0.27% 新台币升值了0.42% 人民币升值了0.16% 石油的价格因为看到了第二波新疫情回来 可能需求也会再下降 使本周的石油价格分别都大跌了8%以上 在纽约云油价格里头跌幅8.32% 布兰特云油期货的价格大跌了8.44% 一同的价格分别是36.26%跟38.73% 待会回到文浅的世界财经周报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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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avetebefen今日我们在点凯 аб黄砂